慈慧芳 慈慧芳是家中長女 復生四個月就罹患小兒麻痺 但她並不因為先天殘疾而被受呵護 相反的 她要做很多家務事 我其實很小的時候 大概有些三十年級就會作家務事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會劈財 洗澡 我會帶著我弟弟妹妹去公共澡堂 去洗澡 媽媽生性好賭 一賭書就早持會放出氣 還常在弟弟妹妹面前 埋怨她拖垮家裡的經濟 我媽講話就講得很那個 我媽會罵我 歹腳 歹雞 那個會很傷我 因為別人罵我都可以接受 唯獨自己的媽媽媽 所以我在上成長課程 一提到這邊 我那個眼淚是啪 我一直會反問說她是我媽媽 可是那個東西就像刀一樣 血液會給你插進去 我到現在還是沒辦法釋懷 指揮方說 一想起媽媽 永遠是恨大於愛 後來她組著拐杖 到處拉保險 有投資房地產 白手起家 她成了唯一有能力 也願意照料媽媽的孩子 不管怎麼樣她是我親媽媽 那我覺得我現在就是要學著去包容 跟原諒 持揮方這些年積極修補母女關係 常帶著媽媽出國自助旅行 旅途中她們仍爭吵不斷 然而 微妙的情感總是默默昇華 有一天 有一天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我手 因為拿拐杖啊走路 這棋剪了 我就拿剪刀在那裡剪 她就坐在我對面 我說啊很可憐 我給你插死了啦 我說好接受 我說插死了也要有勇氣 目前 持揮方陪著媽媽 過著自在的退休生活 剩餘時間都在旅行 旅行時 她不是媽媽口中的白咖 她可以飛 那是她最自在的時刻 請小心 讓那些習慣 喝ح bomb 讓我們再次遊走 再次遊走 成功